假如抽球有端位 青铜 白银 黄金 钻石 记住这两个核心点 你搓完就可以叫对手去捡球 第一个要点 致命的弧度 搓球中最重要的 不是说你搓的有多转 而是你的弧度有多漂亮 搓球中 你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搓球弧度 是在自己这边高 往下掉的时候 刚好贴网而过 第一个练习弧度控制练习 学会自己扔给自己打 用拍面的角度和手上的力度 控制球的弧度 让每一个球都是在自己这边高 往下掉的时候 刚好贴网而过 第二个要点 无敌的旋转 搓球中你们都知道要旋转 但是你们知道旋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来告诉你 旋转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球在高点的时候 剧烈的旋转 让对手不容易打到球头 只能打到球毛 从而逼迫对手 只能在低点 球不转的时候 把球接过来 让自己占据绝对的主动权 第二个练习 搓转练习 搓转练习中 有两个练习核心点 第一个练习核心点 就是贴拍练习 我们一定要将球拍 贴住球头去搓 将球拍的摩擦力 完全的转化为 球旋转的动力 这样我们才可以搓出 致命的旋转 第二个练习核心点 是顺着球头的方向去搓 我们球头向左的时候 我们发力一定是从右向左 我们球头向右的时候 我们的发力一定是从左向右 以此类推